香港的三季片女星,你还记得几个吗? 一定要记来讲,蛮多叻,但是就暴露了,我看了很多叻这样 年龄累计经验嘛,我这样年轻我就讲不认识啦 就讲八四年代是有李立正啊,书琪啊,翁虹啊 翁虹啊,翁虹吗? 对对,翁虹啊 没有错吧? 翁虹! 明没有错念错 一一期间今回没有讲,两个最红的时候 双叶嘛,双叶 对啊,双叶啊,真的很红啊 最近就有一个三季片女星中俗会就付出拍广告啦 那你还记得她是谁吗? 她拍了没有广告? 他現在有扳告喔 在大馬拍 還在大馬拍? 不懂他是不是 他已經退出 半出應該也是20年了 有有有 差不多20年了 你講他已經退出20年了 大概20年了 20年前我當然不認識他了 那時候還10歲耶 那時候你叫我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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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你爸爸看 爸爸也不會跟我講 要撿啊 你就講一講 最近這些商機片旅行的驚慌 就是仔細連連的咯 就講蘇琪啦 蘇琪也結婚 然後徐若萱生小孩 都會走路了咯 比較慘的就是李立正的感情 對 欸那個 秋樹精也是不錯嗎 秋俗真 秋俗真 還有一個恐童嗎 恐童 最近不是講他 最近不是有這新聞講他 出來買東西啊 40多歲啊 46歲 還保養得很好 哇保養得很好咧 就是剛才你們List很多 歌都已經彈出了娛樂圈嘛 那你覺得誰家最好 可能是蘇琪咯 因為他真的是找到他真的 愛他的人咯 因為 雖然他跟那個 紅的人 紅的人 認識了很久 我覺得秋樹精也這樣都蠻好的 對 你們呢 我覺得中立體啊 最近的他的結婚照 真的是 就是蒲天蓋地 就是要大家擺脫當年的影子啊 就是大家一看他臉就講 喔 翻戰進去 欸 你講擺脫影子來講 有咩 就是 成功的就是蘇琪 我覺得 蘇琪 因為蘇琪是演技上 發光的 還是那種 那種 然後 薛諾璇就是一個創作柴妮 就 轉型最成功 所以我這兩個 算轉型最成功 八九十年代一拖而爆紅的例子 是非常多 像剛才你講的那些女性 那現在的夜行 你覺得能做到這一點嗎 太難了 現在文化不一樣了 我覺得現在一上網 就什麼 對 我們現在給網絡 網絡的衝擊太厲害了 所以 很容易就接觸了這種色情的東西 對 老實講 所以三級片是沒有 沒有那種 哇 驚訝啊 因為要拖就拖那種 我覺得現在的電影 如果三級片電影的話 要拖就拖的話 其實就沒有內涵 那你最喜歡誰付出 那些單粗的 你是想再拍三級片啊 你想要看他們五六十歲拍三級片 其他人 真的是一個素顏都是美女的 而且他可以演不同的層次嗎 當年演一個美女 現在演一個 媽媽了 龜婦 我會想看他客創 可能會有在賭神啊 因為賭神喝 都是合身邊 因為他有演過賭神喝 你們很性感很帥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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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其實我覺得 如果可以 就是相扶教旨其實也不錯 不用付出也是沒有問題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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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